继续要带您看一年一度的E3电玩展 在台湾时间12号要登场 全世界游戏机大厂微软跟Sony再度过招 特别是微软抢在Sony之前 举办了展前记者会 宣布了台湾主机的上市时间 就定在9月23号 让全球电玩玩家都疯狂的游戏厂商都已经准备好了 要在今年E3电玩展上面一展身手 当然今年最重要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 还是放在微软Xbox One以及PS4身上 所以我们马上带您从展前记者会开始 就像是演唱会一样抢先在Sony之前 微软Xbox展前记者会打头阵 每个游戏开发商与媒体手上的LED手环 都会跟着每一款游戏闪着不同颜色灯光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这个E3展前的会场 真的是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像是我现在在今年这个微软的这个展前记者会 你可以看到来自上万家的媒体 都已经在等候今年到底要发展什么样子的新游戏呢 好莱坞电影场景搬到游戏中逼真程度 让玩家与团队破关更有临场感 微软首推Hello最后一战五 终于与玩家见面 以及Envolve也释出2K的高画质新版本 原本预期微软也将在今天同步发表更新版的 可耐体感装置 不过迟迟为现身让市场大呼可惜 亚洲版Xbox One却有了新消息 9月23号在台湾Xbox One会上市 那这一次我们在台湾上市呢 除了这个主机的售价 我们会从12980开始 让台湾电玩迷等了一年之久 Xbox One终于要在9月底上市 台湾供应链包括鸿海大力光台达电等 也准备迎接电玩商机正式爆发 三选徐成李轩在美国洛杉矶 台湾报道